生活使用小妙招学会保证不吃亏 一 像这种一次性手套 用之前给它收个腰带上 就是这种收口的感觉 吃东西做家务就不会掉了 二 如果着急喝冰镇饮料 可以给它外面包一层纸巾 用凉水打湿放进冰箱里 这样凉的速度比煤包的快很多 三 你还在这样穿针吗 准备一个牙刷 将线瓶铺在刷毛上 针眼对准线压下去 针线就自动穿好了 四 把挂钩倒着贴 洗脸盆就可以挂在墙上了 五 这样开一拉罐很费力 但是只要你把拉环反转过来 就可以很轻松地打开盖子 六 每次打扫卫生 这个扫把把手老实吊出来 就很容易刮伤手 我们用火烤一下这个铁杆 再用力给它插进去 这下比汗上去的都牢固 七 其实口香糖能开椰子 口香糖捏成锥子形 尖尖的 见谅奇迹的时候到了 真的可以 你知道是什么原理吗 八 很多人拆袜子都是这样硬拽的 但仔细观察会发现 这里有厂家预留的线头 轻轻一拉 线头就脱落了 袜子完美拆开 九 洗护用品怎么打包 首先把喷嘴里的液体挤回瓶子里去 再拧紧锁住 就不会弄得到处动实 十 把吸管用卷笔刀削成螺旋状 你就有好用的线术收纳器了